今次教大家用軟件去做盤點 我們現在這個介面裏面的第二項 就是Warehouse Inventory Check 我們這個分了兩個部份 一個常用的耗材和平時比較少用的耗材分了兩部分 我今次示範一個比較常用的 我們點擊進去 開始檢查 去下一部份 OK 這個介面裏面就看到了 普通安全鞋 是吧 七碼的 接著有三個選項 庫存充足 譬如現在在我眼前的 我這裡是覺得庫存充足的 我按庫存充足 OK 接著我要在備註上面按一下 譬如我現在有 1 2 3 4 4 接著關閉回去 那麥形我點貨有四對 接著七碼半 7碼半在我面前只有一對 我有需求 變相 需要預訂 OK 那我們同樣用回備註 因為我手上有一對 我們按1 你想要多多少對呢 那我問回我自己 我想要多四對 加 加 4 那這個1加4的意思就是 1我手上有一對 加6的意思呢 我想要多四對 那就一定是要這樣操作的 OK 那我關閉回去 那就如此類推 一樣的 不如8碼 哎呀我怎麽8碼 8碼沒有了 沒有了那怎麽呢 我都是要預訂 然後呢 地主 沒有了就那麽0 我想要多少呀 8碼 好多人用的 哦 加8對 那就0加8 接著關閉 OK 那這裏呢 就變相是 疑似類推的了 那就是要點了這堆東西 全部都是鞋來的 OK 那我們現在看到 那個介面上面呢 就檢查到去到 馬克筆啦 即是我們所講的 大頭筆啦 OK 那我們 得一盒而已 那我一盒怎麽寫呢 我一盒其實就是 十二支的 那亦都可以寫回一盒 OK 但是喂 我想要多十盒喔 那就要註明好了 十盒 接著關閉 OK 這裏又假設多一件事的 假設 哎呀 抹下筆 怕對方不知是什麽來 可以按圖片 去相機 影幅相 留在那裏 OK 那另外一個示範 就是假設 密碼鎖 我們這個貨倉 不用的 你可以點擊不使用 那你不用 換完之間你什麽都沒有的了 那如果你真是有一個的 那你就要填回 在個秘訣上一個 那如果你是不用的 你亦都沒有的 那就不需要貼 OK 那接下來去到最底 還有一個選項的 就是你有沒有其他物料 是需要預訂的 那如果你是沒有的話呢 那你就按 No 那如果你是有的 但是沒有在這張單上的 假設 我有 有其他物料 要 要問羅的 OK 那我們選擇了 Yes 那我要配鎖匙 OK 我要配鎖匙的 那我要配 12個鎖匙 OK 那我打個12 跟著我拍照 哎呀我要配鎖匙 OK 那因為這一個呢 在上面的物料上面 是沒有鎖匙的 但是你急需要用 那你可以做這個動作 OK 那他繼續都還會問你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 可能你除了鎖匙 還有其他東西要 那假設你是沒有的 不需要了 OK 那又去回簽名 標記為完成 那你也是需要導出這個報告的 同樣做法 打開 這個途徑也都可以去到創建PDF 左下角 發到相關的群 發送 OK 發送了之後 那我們點擊回 左上角的完成 出到來呢 就只可以拆除PDF 跟著再送在左上角關閉 記住一件事 你是需要 按回 保存 和關閉 OK 那已經是保存了 OK 大家留意一個位置 就是同步有衝突 當你完成了一樣東西 同步有衝突的情況下 是什麼呢 點擊黃色那個有衝突的名字 它就會出回來那個項目 它就會出回來那個項目 就會來回這個同步衝突 這個界面 這個界面 那這裡其實有三個選項 保留 版本 或者保留其他的版本 或者保留其他的版本 但是我們只需要選擇最底的那個 保留兩者副本 然後按 然後按繼續 然後出回關閉 剛才那個衝突呢 就沒有了 介紹完畢了 我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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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看